汤梁德老师 应该说是跟我父亲是非常好的朋友 他们那代人曾经在六十年代开始 为我们的二胡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那么我最早认识汤老师是在香港 后来又在台湾遇到他 给我的感受呢他是一个非常严格的 对艺术非常执着的这样的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可爱的老人 像我曾经跟他在一起听一个录音 他就会说这一听就是你拉的 我说为什么你一听就是我拉的 他说因为每个人拉的声音不一样 你的这个声音一听就知道是你 所以我们做乐器做演奏的人 因此是最致命的一个率先打动人的 所以我觉得跟他的这样的一些接触当中 我觉得虽然接触不是特别多 好像似乎也不是那么的熟悉 但是呢弹起音乐的时候呢 就会觉得彼此非常的相近 这样的一种对音乐的那种本真的那样的一种态度 我觉得是他们那代人身上最可贵的东西 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 那么听六三年上海之城二国比赛的当年的录音呢 我们也可以听到当时的那些演奏家们都有着非常这种独特的个人的演奏风格和他们的代表作品 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听汤先生演奏的中华六版 那么我们现在的学生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在学习江南斯主演奏的时候呢 都会拿来他们前辈的这些录音呢 去研究去学习 我想他们为二胡的曾经的一次辉煌的发展 做出了他们非常重要的努力 留下了他们给我们的珍贵的财富 那么他们的那种对艺术的那种执着 那种本真 那种鲜活的那样的东西呢 和那种态度是最值得我们晚辈学习的 好